成侯温福子直记红四位老弟左右 正月十日曾记家信 甚为祥辈 二月初三接到成帝十一月二十夜之信 领悉一切 今年大经查 侍郎中修制者二人 得远村冯吴远两先生也 于吉卜无国先生之缺 向来三载考记 外官为之大计 经官为之经查 经查分三项 一二品大员及三品之父都遇使 皇上皆能记忆其人 不必隐见 欲比自下诸遇 以为张丹 此一项也 自宗人府城以下 凡三四五品经官 曾隐见 有处而无至 前在免二胡同时 兼莫学 是奎光 即隐见体制者也 此一项也 自无品而下 如汉林内阁御史大部 由各唐官考差 分别一而三等 一等则放辅道 从前如劳心皆意念缘 今年如陈竹伯 皆经查一等也 此一项也 于自道礼部 彼从前较芒容 恨不得有人帮伴 离中所细事 然以家中祖父之病 父书勤苦已及 诸地万无来经之礼 且如温府在经 同主再三劝诱 令之难归 今其肯再倒覆辙 今之北来 将明桥以简发立官达这 明桥及英云以 是徐爱渠清新街教书 新街立即 就徐管 严定至监仍往这一江 将亦英云 邹莫林自河南来经 亦遇捐教 献遇原通关 其为人实诚赌君子也 元树六心正出巡 呼吐血数天 现已全域 黄正斋尽为本部思源 颇难为情 于一切寻贤功之道 欲破除江平 而黄总不免拘谨 于县尚未换绿那车 为天一罗 盖八日一复原 不能不三生口也 书不 凶国翻草 道光二十九折二月初六日